我們記住Multiple Choice 去答的時候 A是Bilateral B是Unilateral 那你記住 那些題目 如果你看到有這個字 就選什麼 如果有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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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ateral Offer 或者是說Purchase Agreement Deposit Receipt 和 Purchase Agreement 这两个字 亦都有一样东西叫 Time is of the essence 那句 整天都是讲讲讲这些东西 讲得细致点 Deposit Receipt 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我们写Offer的时候 写一张三千元或者五千元的支票 寄给对方Seller 就说我这个Buyer现在想买了 但是那张支票一定是Agent Keep的 如果有什么事上来 Agent Preset不到那张支票 Agent就大件事了 Deposit Receipt 因为 Supposedly 那个Agent是持在手的 不是要Facts 去给 Facts 是那个Copy Facts 是那个Copy Original Copy 一定要拿着 Purchase Agreement 就是那个Offer 字 寫Offer 那个 Time is of the essence 就是这两样东西 都里面其实是牵涉到 我们讲过的时间 那样东西 是讲过就是算数的 Time is of the essence Essence 是什么来的 分方气味 Essence 也就是说是Element 就是说是重要的东西 Time is of the essence 也就是说 我们讲七日就是七日的了 讲十四日就是十四日的了 Contingency 我们不可以说讲完不算数的 不可以说讲完之后 因为他辞交给我 所以我退回我两人去那些东西 不可以的 好了 Unilateral 为什么放了Insurance 就是因为呢 原来Insurance 假设做Live Insurance 我是燃疏公司 我现在呢 卖开一个Live Insurance 给你 就是说你这样的年纪 你肯给这样的Terms 这样的钱呢 经过了体检呢 我一定赔你一百万 是这样的 我可不可以 选择性地说 他 是因为怎么怎么 所以我不给他 是不行的 所以我这个option 拿出来呢 跟option一样东西 同一样东西 我这个option 拿出来呢 是open 任何人 只要meet这个option meet这个criteria 就可以了 我可不可以告诉他 咦 我看你不顺眼了 就不给你 Live Insurance 不批给你 不行 所以Insurance 就是这样